7月10日,上海 一段男子当街踩踏车辆挡风玻璃的视频被大量转发 现场视频显示,一名男子手撑着车顶,不停踩踏车挡风玻璃和雨刮气 因用力过大,挡风玻璃已破裂且脱落 期间,一名女子从后排座位下车,紧急离开 该男子行为还造成了道路拥堵 据上游新闻报道,记者从上海警方了解到,民警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 警察,吴某,男,40岁,外省市来户务工人员,因近日出现精神异常症状 当天下午,由家属陪同致视精神卫生中心就医 期间,吴某突然跑到路边,跳上一辆路过的机动车并踩踏挡风玻璃,索性未造成人员受伤 目前,吴某已被送医治疗